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回答两个小问题 麻烦工作人员给一个平板给萨老师 帮我们统计一下待会回答的一个数据 然后大静哥就用我的平板 然后来帮我们一起答一下题 来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个努力的人吗 A是是 B是不是 请大家选择自己的答案 是不是 对 可以查看投票结果了 好 认为自己是一个努力的人的观众 当然包括我们在座的答题的 以及大静 以及一百位云端观众 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三 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努力的人的 只有百分之十八 数据还在不断变化 但基本上是这个数值 那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你害怕努力没有结果吗 A是害怕 B是不害怕 可以回答了 害怕努力没有结果的 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六 不害怕努力没有结果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其实观众朋友们所选择答案的数据 跟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 包括那些体会也非常感同身受了 你可能会一直努力 却得不到回报 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听到 你很努力了 这样一句话 这样的一句话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变相的否定 或者说安慰 对他们而言就已经被惯意了 你很笨 你没有天赋 刚刚也有四个关键词 伍达混这个词 我非常地 印象非常地深刻 想问问大静哥 你是否会害怕 别人叫你是一个努力的笨小孩 伍达混 真有这个词 有这个词 很少很少有人知道 是我小时候 大概在十 不是十 大概在十几年前了 十五六年前 我们在家里训练 在加募斯训练 还在室外兵场训练的那时候 我训练第一年第二年 因为他们觉得我没有天赋 可能觉得我训练没有天赋 刚才我的是 第一个是我是努力的人 第二个是我害怕 我害怕 努力没有结果 这个词我觉得 在某种意义上 它不是说一个贬义词 我是一个努力的人 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事业足够热爱 我愿意为他付出 更多的心血 辛苦 愿意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同时我害怕失败 我是真害怕失败 我害怕每一场比赛 害怕每一次失败 运动成员一共就这么几年 我为什么不把我自己的 有限的时间之内 变得自己更加完美 同时我们也是 觉得去 我想去呼吁一下小朋友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 对自己喜欢热爱的事业 需要有这个专注度 需要有决心 不要受外界干扰 不要别人给你贴上标签 或者是别人觉得你不够 不够天才 不够出色 就把你自己的自信心打掉了 别人对你怎么样不重要 别人怎么看你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选 怎么去坚持 最终你会把自己身上的所有不好的标签 或者是自己不喜欢听的标签 一个一个都被拆掉